有这么一个人,他与朱元璋身出同乡,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,功成名就却又抽身而退,从朱元璋的刀尖下走过,却保下了自己的一条命,他就是明朝唯一一个善事善终的开国功臣。 汤河,众所周知,朱元璋是一个善杀功臣的皇帝,从胡为雍到兰玉,曾经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,最终却死在了朱元璋的刀下,不得不让人感慨,打江山容易,守江山难,而有一人却可以在朱元璋的刀锋上走过,却又能全身而退,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讲明朝开国大臣。 汤河,他与朱元璋是从一个巷子里走出来的,撒尿活泥一起玩到大的孩子,汤河之比朱元璋大三岁,因为年纪少大一些,他是村里的孩子王,整天带着一群孩子东跑西巅,而朱元璋也是跟在汤河身后的一员,又有谁能想到,四十年后,这两个人会是一对开国君臣。 元朝末年,公元1352年,红金军起义,郭子兴在豪州高举起义大起义,广州四海能人闲事,没过多久,汤河带领着几十个壮汉,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,共举大事,被郭子兴封为千户,不久后,汤河便给朱元璋写信,叫他来参加起义军。 刚刚还俗的朱元璋应邀欣然前往,汤河见到发小投奔喜迎出门,朱元璋虽然加入起义军比较晚,但却很快地得到了郭子兴的重视,成为了郭子兴的女婿,身份地位也超越了汤河,后来由于朱元璋立功颇多,导致了郭子兴的忌惮,想要除掉朱元璋,后逼得朱元璋南下自起门户,在后来郭子兴去世,朱元璋收编了郭子兴的一部分势力, 起初郭子兴的就将不服朱元璋,只有汤河却没说什么,依然支持朱元璋,他依然甘心听从朱元璋调遣,汤河便与徐达一起辅佐朱元璋,成为了朱元璋早期的左膀右臂。 朱元璋自怀西起家,手下带领二十四人,史称怀西二十四将,其中徐达第一,汤河第二,随后,汤河便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,场场战斗身先士卒,为朱元璋舍身忘死,披肩直锐,立下了汉马功劳,从豪州一直打到吉庆,汤河的战功仅仅居于徐达之下, 而后朱元璋攻下长州城,汤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长州太守,负责长州的日常守备工作,以抵御来自张世成的亲席,正是有着汤河的助手。 长州城变得如同一块铁板,针扎不尽,水泼不尽,严防死守,紧紧地定住了张世成的部队,让朱元璋没有后顾之忧,放心大胆地与陈有亮较量,汤河性格耿直忠厚,却又好饮酒,甚至差点因为喝酒丢了小命。 有一次,汤河向朱元璋奏报,朱元璋却没有召见汤河,这使得汤河心中颇为不满,回家便喝得鸣顶大醉,坐在房梁,上口出狂言。 我坐在屋脊上,向左望就是左边,向右望就是右边,大意就是,我汤河,镇守长州众城,我向着你朱元璋,这城就是你朱元璋的,我要是向着张世成,那长州就不是你朱元璋的,看看这狂言妄语。 不知怎地这句话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,朱元璋虽然当时没有生气,也没有责罚汤河,但是心里却记下了汤河这句话,而这也成为了一把悬在汤河头顶,达摩克里斯之剑。 带到朱元璋歼灭陈有亮后,汤河又随朱元璋东征西讨,先后平定了张世成,方国珍,陈有定等人,随后大明建立。 汤河又与徐达一起征讨山西四川等地,在攻打四川时,汤河由于延误战机而惹闹了皇上,因此在他征讨四川归来之后,朱元璋故意扣下了他的爵位。 汤河也是识趣,对于爵位一事三肩其口,汤河毕竟是开国统帅,大家都是公爵,只有他是侯爵,丢的也不只是他自己的人。 于是,朱元璋看他如此识相,就将他的公爵爵位给补上,1371年正是授予汤河公爵。 可就算如此,朱元璋也没有放弃敲打他,在给汤河担书铁券时,上面也书写了当年他在长州城说过的话,让他的子孙后代都看看,他们的祖宗是怎么丢人的。 至此之后,汤河对朱元璋愈发恭敬,他主动交出兵权,绝口不提自己的恭敬。 1388年,汤河主动请辞告老归乡,朱元璋自是高兴至极,立即解除了汤河的一切职务,遣返老家,可是汤河心里明白,告老还乡朱元璋一定不放心,什么功臣退让,自无保命都是扯淡,朱元璋想要的只有他们死。 而在汤河之前,已经有好几个老兄弟的头,在地上滚了,为了保全全家性命,汤河甚至开始主动出卖自己的老战友。 泰国功臣李善长曾经问汤河借兵三百,说是修缮房子,可是汤河知道,李善长早已和胡维庸勾结在一起,因此汤河刚借兵给李善长,转头就报给了朱元璋,也是因此李善长惨遭灭族。 李善长被租诸后,汤河到京师给朱元璋拜年时,竟好巧不巧,得了中风,不能说话,然而朱元璋仍然不放心,一定要将他请入宫廷,看他是不是装的。 后来发现汤河确实有病,于是让他告老还乡,回到家中后,年过七十的,汤河的身体越来越差,然而即便如此,和仍然强称病体,娶了上百个妻妾,整天宴请自己的怀惜旧友,这不是因为好色。 然而,汤河想借此表示,自己只贪恋富贵,对于权利并没有兴趣,朱元璋不是普通君主,在他面前,自无保命根本不好使,四年后,朱元璋命令汤河乘车觐见自己,而这次会面,很大程度决定汤河一家的生死。 汤河到了宫廷,朱元璋发现自己的老战友已经奄奄一息,他流着口水,只能躺在椅子上,但他见到朱元璋后,仍强称病体向朱元璋行礼,朱元璋见汤河竟被自己逼到这种地步,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,当年没有汤河,哪有自己的大明天下呢? 于是,朱元璋流着泪,抚摸着汤河的手,与他一起回忆当年的旧事,而汤河呢,只能不住地点头,一句话也说不出,第二年八月,汤河去世,被追封为东欧王,而汤河的子孙,也得到朱元璋以及其后代的照顾,可谓是世代公卿,世代富贵,一直持续了249年,直到明朝灭亡才结束,汤河为了大明奔波操劳了一生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 最终却只能靠得如此,才能苟下一条性命,不禁让人唏嘘,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大家对汤河有什么看法,欢迎留言讨论,创作不易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